快錄一集 今天早上新鮮的早上 本來沒有想到錄這集的 但是醒的時候 就要白平衡 沖了一杯咖啡 很習慣的打開電腦 然後 在我B站上面就有人 at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中國人講at 一定要at at 一定要把它T發音 這個是很奇怪 這個是從哪些 我記得是從 耳康 是不是耳康 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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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吐召大會那邊講 最後他 因為周杰的確是 因為鼻孔大的那張相 被人家 網紅 真的是網紅 然後 他那邊講下去 他到現在有印象深刻 他說 你們玩你們的 就是微博 你們玩你們的 別 at我 我覺得 很有意思 就你們 你們拿我開心就可以了 但是你別再把我的名字給at的進去 所以 anyway 又講anyway了 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就打開我的B站 然後就看到有人 at 我 at at我 at我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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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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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at f t 然后这个人的频道应该叫海科斯科技原规 哇很有意思 我刚才以为是一个公司 这个很有意思的频道 然后打进去的时候看一下就是 他的主题就是我如何面对那些碰我的人一千关注后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很少如果你去看我关注的频道的时候 因为他是第八个 前面七个我都有关注 这样真的有看 可能看最多是那个阿飞 是不是阿飞音乐 因为我记得最印象的是小蜜蜂 他的小蜜蜂那首歌 小蜜蜂啊回到发丛中啊 飞啊 哦不是那个小蜜蜂 我记得什么 他要写一首情歌 然后最后就用小蜜蜂切入口写成一首额歌 我印象是最深刻的那一刻 anyway 回到这边又跑题了 回到这边 然后我就看了他今天的这一个视频的分享 我是刚刚看完每一集 看的人可能不多吧 就是前几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就是讲Picky Zeming的 也不是前几天吧 已经 然后我看了他题目 可能 其实当 我觉得当我们做Vlog 或者当我们拍摄 这些视频的时候 他的目的不是要拍摄成为一个电影手法 好像是很炫耀的东西 但是当观众就很想免费的东西 但是看出好莱坞的感觉 然后给你的时间却是你只能炒快餐的时间 这种压榨的心态 还好不是我老板 所以我从来不把观众当成老板 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不把我的 叫什么充电计划 是不是充电计划 不是充电计划叫什么 忘记什么 B站有一个叫 是不是充电计划 忘记了就是收益管理 对充电计划 所以我就把我的充电计划关掉 所以观众给我直接的钱 我是不认同的 就算你产品给我去拍 我都要有我的态度去拍 我想讲我的东西 如果你产品寄过来 我用了不好 我不会去推广 我用了感觉是什么 是什么就什么 就算艾肯那个视频 我用了 的确是不错 让我很惊讶 这个不是他们要让我讲的 所以我喜欢跟艾肯 可能会继续合作 就是因为他们的态度 第一他不干预 就第一集我讲的时候 当我用的时候 我就讲了实话 他们不说 你能不能改你的字 然后把你的字眼 他们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就蛮喜欢这种的真实 就比如说我想录什么 想讲什么 使用的产品 很直接的就可以讲出来 好跟不好 这个就是我开箱使用的 个人很主观的感受 所以很多人 讲我的任何东西 其实我不是当 我把它当一边风 因为当你拍摄视频的时候 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 不可能取悦所有的观众 而真正懂的人 真正懂得视频 或者在这一行业 真正运用人 他们不会这样子去批评你 可能当你真正接触到一些 真正的电影制作者 可能我不知道中国了 我至少在外国 在真正电影制作者 真正很大的电视制作节目的 一些制作人 你会发现 他们都有一些内涵 就算你拍的多么烂 多么不好 他们看的不是你现在的这个作品 他们看的是你以后的态度 或者现在人与人看人 他是看你现在能给我什么 但是外国人 他的大导演 他看你 你的潜力在哪里 所以当我看这个科技演 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的名字是那么奇怪 我很好奇 就是海克斯科剧原规 好像一个什么上市公司 我不知道 但是打下去 真的是一个蛮帅的年轻人 可能小伙子 可能还是高中生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比我帅了 到看着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 其实跟科技演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的以前视频我还没看过 可能以后会慢慢翻进去 看一下他以前的视频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 有意思在哪里 就是其实当你看一个人 他现在所能给你的 你只是看到现在的他的状况 你没有看到他潜力将来 可能达到的警戒 是你不知道 或者是将来的作为 是你所不知道的 或者这个年轻人 我就发现他有一些心态 觉得是他很宝贵的东西 是别的 up主不容易看到的 或者别的youtuber 我不知道是不是youtuber 别的制作者不容易看到 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去面对 这些负面的评价 然后你的心态不是一种 很激昂 很生气的 这种心态就是 以冷静的心态 面对那种 突来的暴风雨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就能够 属于是做大事的人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当有人批评我的时候 我也会影响 我也会经历过这种 但现在当我看到一些评论的时候 so what 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不太 就现在不少 我在我的评论区 我从来不会删除 我会删除一种评论 我等一下讲 我从来不会删除任何负面 或者直接攻击我的评论 这是你的自由 就是留在那边 我也不会拉黑任何人 但是有一种人我会拉黑 直接讲 然后 如果你被拉黑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是其他人拉黑你 所以我不会拉黑你 但是 一种评论我会删除 一种拉黑我会删除 就是广告 就比如说你在我视频里下 你要放 办证什么什么 我这边就不说 我一看是广告 不说 删除 不说 就拉黑 所以对这种 因为这个视频 它不是 一个广告的地方 所以你要打广告 你要在我这边打广告 没那么容易 或者我 我不太喜欢在我这里打广告 所以我用的就是 原创跟分享 是我的 视频的中心 文化 中心 中心 就是我希望能够建立的 这个频道 就是我的 这视频频道的中心 这个还没开始 是慢慢开始当中 就是 原创跟分享 就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刚开始我录制视频 很多的语言 很多的句子都很不同 很多人讲我 视频很慢 但现在开始 我发现 在我慢慢练习 慢慢 每一集拍摄的时候 我想把我的讲话 开始 停顿的时间 越来越流畅 你会发现 我呃的字 可能会越来越少 这是为什么 我在练习视频的时候 不会做成剪接 其实很多时候 当拍Vlog 可能现在很多Vlog的视频 剪接可能太多了 并不是说不好 的确是很好看 从体验观众 各方面 的确是让人家 眼前一亮 但是你知道那种的剪接 那种的东西 后面制作的时间 花的精力是多少 所以每天更新的视频 如果你每天用这种方法去剪接 这up主我相信 很快就死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挑战 daily vlog 不是那么准备 然后我现在开始慢慢知道 我的daily vlog 当我坐下来的时候 以后有机会 再专门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在底下留言 就告诉我 我如何分享 我daily vlog 那就每天更新视频 拍摄视频 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 我所学到的东西 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是跟平时制作电影 制作小的视频 很多剪接是很不同的 因为这个 我发现要求的很不同 但是时间的确是你制作视频当中 最贵的成本 你不能每一天都花时间 放在你的b站 放在你的youtube 你还有你的家庭 你的饭你要煮 你的碗你要洗 你的衣服你要换 你的车你要修 你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要处理 所以每天就20小时 你剪接视频 可能最多就是那么一个小时 我尽量把我剪接视频时间 缩短到20分钟 20分钟拍摄 因为很多时候讲的时候一次剪接 20分钟拍摄 20分钟剪接 然后剩下就上传 所以尽量每一个视频 我压缩在一个小时里面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当我们制作Vlog 制作热情用 我们用的 我们拍摄的手法不一定要像电影这样子 那么费神 你又不是给我钱 你给我钱 你在说 你给我多少钱 你不能给我一块钱 人民币要求是鲍鱼粉吃的餐 这个是 这个是有点像文本 文九书 就是占人家便宜 其实很多时候当你 作为观众 你免费看 观看B站 免费听我讲的东西 不是我想讲给你听 是你想点进来给我看 其实我不太想什么人都可以点进来看一看 如果有一个网站 我不知道 我希望将来有一个网站 可以我的视频 由我决定要给谁看 这个网站我一定会注册 因为我不太想给我的视频 所以我的视频 我从来没有自己分享出去 我也不要求看我的视频分享出去 在我700个视频里面 我没有叫你们去点赞 没有叫你们分享 我从来不要 因为我不要你们的点赞和分享 你爱看就看 爱不看就不看 我爱录 我就录 我不爱录 你给我钱 我都未必会录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态度 所以当我做视频的时候 当我拍摄东西 我不是靠着spot 但是我 这个之前我也讲过一集 然后 等价交换 谁 需要谁 更多一点 我需要B站吗 不 我需要YouTube吗 不 就算明天 我完全不Upload 不拍摄视频 我的损失 最多是每天 少了一杯咖啡 大不了我就不喝咖啡 我喝白开水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 我不会被这两个网站所捆绑 但是将来 如果全新投入进去的话 可能你就要包括盈利 包括养家糊口 你靠着这两个的时候 我觉得 YouTube虽然现在是一个蛮流行的东西 但是它未必是很稳定 一个很安全的 因为YouTube是Google Google在哪里 Google在美国 明白我知道讲什么意思吗 所以B站 但是B站的流量 B站的这些东西 未必像你想像那种 那么的风光 那么的 大把大把的钱 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 啊 那个人 哇 一个月入 一入十几万 几十万 或者Vlog很赚钱 你会看到 是多少个人在拍Vlog 真正赚钱的 又是多少个人 如果一万个人 或者 可能拍Vlog 可能有一万个人 可能就那么一个人 就万分之一的机会 你一个月可以赚十二万 那种彩票可能 并不可能会比这还高 我不讲重头整 所以你看到那种的几率 你不要看到 一百个人 一万个人里面那一个 你要看到一万个人 才出那么一个 所以 一万个人里面 有多少个人 考上清华北大 所以当你看的时候 你衡量的时候 当我们看着世界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兴趣 就是个就是 然后回到这边 这个科技原 科技原规 很有意思 这个词我不知道 他怎么想的 很有意思 这个年轻人很有意思 当我听他讲话 当我听他分享的时候 那种停顿那种感情 可能很多人 你为什么不剪接 可能当中的停顿感情 就的确是让人家 可以看完整个视频 这个就是真实 这个就是有血有肉的Vlog 我觉得Vlog 应该就是有血有肉 有个人的感受 有个人的喜怒哀乐 其实我不是一个 一直开心的人 我也会有我沮丧 之前有人在我的instagram有回复我 或者是讲我的视频 讲我的instagram 当然是好的话 我这边讲 但是具体我就不暴露了 他就说 很想听我如何面对沮丧 其实我一直都在 不是一直 就大部分时间都会面对沮丧 面对很多失败 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些经历 很多时候当面对的时候 并不是 但是我不是一直待在里面 我会尽量让自己走出去 这个就是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直在翻阅 每一个山丘 又是地中生 所以这个就是 我想讲的 当你有人生有更多的苦的时候 你就发现网络上吐召你了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他 但是苦中作乐 所以我录制视频的心态 还是蛮正能量的 或者是蛮正确的 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 好 这个就是简单的分享 我本来讲可能录制十分钟 没讲到讲来讲去 这个可能也超过十五分钟 下次有绝对再见 新鲜的早上 喝着咖啡 看着你们的回复 很有意思 我关注了 所以这应该是我第八个 关注的频道 虽然 所以我关注 up主或者youtube 我看的不是 他有多少 或者我们很多时候 关注人很喜欢看 他有多少会订阅者 多少粉丝 就跟大众 然后关注的频道 或者我看的频道是 看着他的频道的中心价值 或者中心所给我的启发 给我的影响 如果有机会要跟大家分享 我比较喜欢 我也会看别人 up主 别人的频道 youtube我看的比较多 b站我看的比较少 youtube有些频道 觉得很有意思 对我很有启发 我会一直回去再看 有没有更新 有没有新的东西 所以我并不是一个 孤立的岛屿 我也会去看别人的频道 很有意思的频道 有一个叫 我忘记叫什么了 我很喜欢的 是一个男女仔 不是男女 男女仔叫什么 小六啊 小六 我很喜欢那个频道 虽然你会发现 他整个拍摄 很不专业 他的简介也很不专业 但那种的清洁感 那种真实感 那种朴素感 虽然他的小六 不是靠着颜值 但是他会发现 那种童心 真的会有时候 让你看的 的确是我的家乡 还有另外一个女的 叫什么 九妹 是不是九妹 还是九妹 是两个频道 我很久没看了 有时候我会点一句 因为他会让我 找到那种家乡的味道 所以从你看了 整个制作 整个剪接 可能他就是用手机拍的 但是他面对相机 带你进入那种 真实的柴果汁 做烤鸡 做叫化鸡 还有笋 那种 当然有些 奇怪的食物 我是觉得 哇 居然还可以这样子做 就让我眼前那样 这两个频道 我是蛮喜欢的 也会一直在看 我相信他们 可能是广西的 蛮网红 因为外面 我这种的频道 在国外基本上 只有他们能够 让把或者 离开家乡的 那种味道文化 在外面的时候 可以看回他们 特别是那种 讲话的 南铃腔 真的是 或者是广西的那种 思维 那种的感觉 就是会让你很清晰 所以很多时候拍摄频道 你不是为了取悦一小撮 的观众 而是可能真正喜欢你 视频的人 是不默默无闻的 所以可能真正吐槽你 或者跟跟讲 不好事情的人 可能就是你 一千个人里面的 其中一个 你不要忘记 你可能还有九百个人 是在默默看你 虽然他们没有点赞 没有任何 但是我相信 我视频当中 很多人 就是看了 他不吐槽你 但在心里面 他尊重你 所以很多人 人看人 人与人之间的 认识需要时间 日久 路遥至玛丽 日久见人行 下次见